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说韩丽亚这话说的多少留了一分 但是夜影词女已经满意了 开始说起事情的原委了 其实第二件事情就和第一件事情也是大有关系的 也许韩前辈不一定知道此事 但是柳亦一定听说了一些 就是那千年之内摩羯即将降临我们灵界了 少女的脸上闪顾了一丝惊惧 摩羯 柳青还好脸色只是有些一沉 似乎真的已经知道此事了 韩丽却着实吓了一大跳啊 不禁失声出口 这也难怪啊 其他的合体修士哪一个不是早进阶合体千年以上了 自然有各种渠道得知一些风声的 而他才返回人族不过数年的光景 又根本呢 还未真结交下几名同阶存在 自然对摩羯之士啊 还是一无所知的 毕竟摩羯之士 现在还只在合体修士之间的有些流传 对下面普通修士还是保密异常的 以防古摩还未降临 就先让两族大乱起来了 而韩丽通过人族的一些典籍 自然对着摩羯之道是知道一些的 只不过万万没有想到 这种不知道多少年才降临两族的大祸 竟然在千年内呢 就要爆发了 难道他在这上面运气如此之倍 先是在天渊城啊 碰到了有数万年一次的一族工程 接着呢 又恰逢这两族大劫了 不过他现在有些明白 为何在刚进阶合体的时候 如此多的势力向他伸出了招揽之手呢 并且开出的条件呢 一个比一个诱人 要不是他极其讨厌受人约束 其中两三家的诚意呢 还真的让其大为动心 叶仙子既然提及了摩羯 难道这灵黄之位和这摩羯爆发有什么关系不成吗 杭力深吸了一口气 目光一闪的问道 韩前辈此话说对了 这一次呀 无论何人担任这灵黄之位 恐怕都会九死一生 在摩羯之中大有陨落的危险呢 哦 柳依应该也知道 家祖母曾经是墨简黎前辈坐下的记名弟子 即使后来成了一家之主啊 还 仍对墨前辈以师徒之力相待的 而就在数年之前 墨前辈突然带伤到了叶家 并和家祖母详谈了一夜啊 这才悄悄的离去 叶影突然讲出了一个 让柳青倒吸一口凉气的话呢 你 你说什么 墨简黎前辈负伏伤了 不可能啊 与墨前辈的逆天神通 怎么会在此借负伤 难道是 柳青马上又想起了什么 韩里对人族的这位大成妻存在 自然多少呢 听到过一些 脸上啊同样有些色变 啊 看来柳依也猜到了几分 前几年墨前辈借助星盘之力 强行打开界面通道 进入到了魔界当中 想在魔界降临之前呢 检查一下这魔族的动静 没有想到 他老人家却在魔界 被两名古魔圣祖盯上了 只能一翻大大出手了 好在墨前辈倒也谨慎 在出发前呢 向妖族的那位老祖 借了一件救命的至宝防身 这才只损失了一些元气 就逃回了灵界 这也算是不幸之争的大幸了 少女解释着说道 那墨前辈去了魔界 这几年一直闭关 倒是真的不知此事 墨前辈为什么要做这种危险至极的事情 这没记错的话 上一次的魔界降临的时候 他老人家可没有这种冒险的举动啊 柳青戴梅锦咒 这个墨前辈也没有像我们叶家多说什么 但是呢 似乎他老人家呀 接到了齐足大能之士的提示 说这一次的摩羯之兄啊 远超以往历次 稍一不慎 人妖两族 可能在此次摩羯当中 真的被抹杀掉的 墨前辈这才以身犯险 而且他老人家呀 虽然未能在古摩羯逗留多久 但是还真的发现了一些极其危险的征兆 过而一返回人家之后 立刻就找到了我们叶家来 并借取了一些天奉真血 准备用来呢 炼制一件极其厉害的宝物 来应对这次的摩羯 否则我叶家呀 也同样不知这一次摩羯减险若私 人墨前辈这等大成之士 都大概忧虑一场啊 叶影面露无奈的说道 杭丽和柳青听他彻礼 却真都有些心惊肉跳的 墨前辈到底在魔界见到了什么 他到人家有没有提到过呀 杭丽忽然问道 哎呀 这个晚辈就不知道了 祖母呢 只和族中几个人谈过一次 也许家母知道更多一些 但是并没有告诉晚辈 这一次呢 家母将晚辈派出来 却是专门来提醒柳姨等几名 和叶家较好的前辈 千万不要聚征百年后的灵皇之位 似乎这一次魔界和灵界最先接触的几处通道 就是在天灵界的晴天通灵术附近的样子 这座灵皇圣城十有八九啊 会成为这一次魔族的最大的攻击目标 而一旦魔界爆发来临之时 三皇是竭不允许丢弃三大皇城 弃离而走的 而且除了此原因之外 墨剑离前辈和圣岛之人 也有意啊 让天灵城呢 成为吸引魔族的最大的攻击目标 而且呢 除了这个原因之外 墨剑离前辈和圣岛之人 也有意啊 让天灵城呢 成为吸引魔族的一处巨大的诱饵 尽量的利用 晴天通灵术的神奇力量 和天灵城的诸多的禁制 来多消耗魔族大军 给人族其他势力减少一些压力 所以这一次呀 新任灵皇必须站在 抵挡古魔族的第一线 死守天灵城不能退去分毫的 这其中的危险 这就不用晚辈再多说了吧 少女最后一阵苦笑 柳青和韩吕听完了 不禁面面相聚 竟有这样的事情 看来这就是末前辈 从魔界中探得的消息之一 能知道此事的话 我们人族总算可以严加准备一番 不至于真的有大事出现 我说回先前所说的话 他老人家这一次潜入魔界之中 功德无量啊 哎影儿 这也要多谢你母亲的提醒 否则我真的到了灵皇之位 说不得呀 也只有和天灵城同存亡了 少妇脸色殷勤不定了好一会儿 这才长吐了一口气说道 杭丽在一旁呢 也是暗教侥幸啊 毕竟他对灵皇之位 可也是有几分兴趣的呀 显然叶家之人根本不认为 他刚刚进阶的一名合体修士 也会打灵皇之位的主意 故而刚才的话语呢 就完全是送给这位千灵仙子的 少女没有避讳他 前是因为当年那 目睹之行的元首之情意在 顺便呢 也卖他一个小人情 他纵然没有了解到太多东西 但是呢 起码这一次的摩羯来势汹汹 极其的危险啊 这就足以让他心中大领了 原先想好好的慢慢修炼一些计划 似乎也需要啊 重新变动一二的 该说的晚辈都已经说出来了 下面该说另外一件事情了 却是影儿啊 代表家母向柳姨和韩前辈 发出邀请 显然二位呢 成为我们叶家的太上客亲长老 就在行里二人呢 还没有来得及细细消化 刚刚得来的惊人的消息的时候 少女呢 其中二人啊 是焉然一笑 太上客亲长老 影儿啊 你母亲难道没给说过 当年我会加入上代灵皇手下 只是因为她对我有过数次大恩 无以回报才为其效力的 这如今好不容易重获自由之身 却实在是没有再被人约束的意思了 否则的话 我也不会以合体中期的修为 像夺那灵皇之位的呀 柳青几乎想都没想 直接摇头给拒绝了 哦 家母当然知道这件事情 但是 她让我给柳姨啊 稍带几句话 若是听了还不愿意 家母绝不会再勉强半分的 叶影眨巴眨巴眼睛 笑吟吟的说道 哦 几句话 这么多年没见 你母亲还是和当年一般的古灵星怪 好吧 我就姑且听听 柳青微微一正 随即呢 抿嘴一笑 叶影见此心中一松 接着嘴唇微动 传音了过去 杭丽在一旁目睹此景啊 也有一分好奇 注视着少妇的反应 结果呢 就见此女原本微笑的面容 片刻之后 突然浮现出了 一层异样的英红 哦 此话当真 你母亲没有骗我吗 这位一直从容不惑的千灵仙子呀 竟失声出口叫道 声音呢 甚至多多少少的 有些颤抖啊 绝对不假 家母深知柳仪当年 一直为当年之事啊 是抱憾终身 而眼前的这个机会呢 虽然说危险了一些 但总的来说 还是有不小的机会的 只要柳仪愿意加入我们家 我们业家为了自己也会尽全足之力 鼎力相助 业影十分肯定的说道 好 我加入你们业家 别说不小的机会 就算只有那么一丝 我也绝对不会放弃的 少傅用斩钉解体的话说道 脸色又一下子苍白至极 太好了 如此一来 柳仪可以和家母常住一起了 影儿啊 也可以向柳仪呢 请教一些傀儡秘书了 少女笑逐言开 少傅呢 却因为先前听到的话 仍然有些心情激荡 只是冲少女呢 勉强的一笑 那 韩前辈 你的意思呢 夜影转过头来 用期盼的目光呢 再次望向了韩丽 呃 在下当初拒绝了如此多的邀请 虽然也是无意加入叶家的 只能让叶仙子白跑这一趟了呀 韩丽毫不客气的一口回绝 我原以为前辈知道这次摩羯来势凶猛 应该有些改变的 若是如此的话 家母同样呢 也有几句话告诉前辈 若是前辈听了 仍然心意不改 也就当小女子从未说过 夜影呢 眸光流转 神色有些异样 哦 夜仙子不妨说来听听嘛 韩丽眉梢微微一条 露出了似笑非笑的神色 她在灵界无牵无挂 孤身一人呢 倒不信对方真能说出什么 让自己也改变主意的话了 韩丽毫 有否听说过我们叶家的草魂丹呢 还有秘书涅槃圣灵大法 夜影呢 轻声的说道 草魂丹大明在下自然知道 此弹药是我们人族中不多的几种 对合体期仍能精进法力的灵丹 不过你们业家 很少拿出来出售吧 起码韩某从未见过某个仿式有拍卖的 倒是这涅槃圣灵大法 真的是第一次听说呀 韩丽略意思量之后 缓缓的说道 这草魂丹的作用晚辈就不说了 只要前辈肯加入我们叶家 家母呢 愿意一次拿三十颗相赠 相信有如此多精进修为的丹药 以后前辈若要突破中期停顶 肯定会少有帮助的 至于那涅槃圣灵大法 就需要我们叶家 一名身具天凤真血的女子 和一名男子共同施展 才能大有奇效的 此处别的作用没有 但是啊 却可激发一般修饰的体内潜力 逐渐的改变肉身的体质 甚至于说 修炼到了最后阶段 有类似不死之身的神奇的妙用 仿佛不死火缝一般 能够涅槃重生啊 叶影说到这里 不知道为什么 翘脸上竟浮现出了一丝红韵 听到了具有不死之身 不可思议的神通 韩丽一时也不禁有些怦然心动啊 以后他若是凡圣真魔宫彻底大成了 少不了借助此功法的肉身强横 与人近身搏斗 若是真能有所谓的涅槃圣灵大法护身的话 岂不是如虎添翼了吗 不过这小丫头的表情 怎么有些不太对劲呢 韩丽望着少女不禁面露一丝沉吟啊 柳青听完了叶影的话语先实一愣 接着呢 望了望韩丽又看了个少女 竟扑吹一声 忍静不住的轻笑了起来 因而啊 若是韩道友答应加入了叶家 协助修炼涅槃大法的人选 就是你吧 也是呀 以韩道友的合体修士身份 一般叶家子弟的天凤真学 恐怕不够精纯 无法达到修炼的效果 我早就听说了 叶家这一代的弟子虽然众多 但是真正继承天凤真学的似乎寥寥无几 而韩道友似乎也是一直单身一人 这倒也合适啊 少妇呢 一时抛掉了原先缠绕心头的烦恼 用几分取笑的口气说道 这 哎呀 这影儿怎么会知道 还要看韩前辈是否真的要加入业界 才能由家母亲自决定的 少女脸庞彻底的飞红了起来 并结巴的说道 柳青呢 却在一旁笑而不语了 韩丽 她不是那种愚钝之人呢 一下子就明白了所谓的 涅槃圣灵大法 其实是一种双修之道 而看眼前女子这羞涩的模样 若加入业家 协助她修炼的业家女子 多半呢 就是这位业影了 哈利心中也有一些异样 但是表面呢 却镇定异常 但是心念飞快地转动了几圈之后 摇了摇头 多谢叶家的美意 但是在下的确心意已定 不愿受人约束的 只能是多谢贵族美意了呀 听到 含了一口气而回绝了此事 叶影呢 似乎也是大风了一口气啊 但是美目深处 却有些许的失望 但是马上恢复如常地回答道 既然前辈真的不为外物所动 那加入叶家之事 晚辈自然不提了 但是 若另换一个条件 不知道前辈 是否愿意在十年之后 出手相帮 叶家一次呢 十年之后 倒有指的是 真灵大典之事 韩里听了这话 不禁露出了一丝苦笑 哎 韩前辈也知道此事 不非已经 叶影反应极快 马上猜到了什么 不错 仙子这是来迟了一步啊 在下已经答应了 谷家的小风仙子 在真灵大典上 会去帮忙的呀 韩里满脸的遗憾 谷家 这就没关系了 谷家和我们叶家 一向关系极好 韩前辈在大典上 不会对上我们叶家的 叶影神色一松的说道 哼 原来如此 这样的话 韩毛也放心了一些呀 韩里嘴角 泛起了一丝笑意 点了一下头 少女呢 已经将要说的话 都说的差不多了 韩里自然不便 在此处逗留太久 又说了一会儿话之后 也就客气的告辞离去了 柳青自然带着少女 一同送到了传颂法阵处 当二人目睹 韩里身影在灵光中一闪消失之后 柳青呢 却微微的叹了一口气 并淡淡的说了一声 唉 可惜呀 柳鱼说此话是何意 什么可惜呀 叶影文言 不禁有些疑惑 虽然是可惜你母亲 没能将此人笼络如叶家呀 否则此人如此年轻 就能进阶和体 若再能安然度过摩羯 这以后前途不可限量啊 和体修士虽然在人族啊 是顶级的存在 但是家族母也已经是和体中期了 若是再激发天凤之学 甚至可以和和体后期一战的 现在又有柳仪也加入了业家 韩前辈就算是真的加入 也不过是锦上添花而已 无论不久后的真灵大典 还是以后爆发的摩羯 我们一族都应该是自保有余的 况且借助叶家给出的条件 拉拢其他的合体散修 还是大有机会的嘛 叶影轻哼立声 看似话语无所谓 但是明显的呢 心中似乎颇有一些不甘 也许吧 你母亲看中他 多半也是看在前例上的 但是这位韩道友给我的感觉很奇特 似乎真没有将你们叶家条件 放进眼中 可惜我这里只是一句傀儡化身 若是本体在此的话 倒可以相邀对方鄙视一下 探测一下 他的真正底绪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凡人修仙传 第1168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